主料,低筋面粉160克,杏仁粉40克,黄油80克,糖粉65克,鸡蛋一个,奶粉一大勺,椰浆粉一大勺,辅量,油,盐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80克黄油切丁,软化质可以用手轻松出一个小坑,将杏仁粉与低筋面粉混合均匀, 一个鸡蛋打散,黄油软化好后用打蛋器低速搅打至顺滑,65克糖粉加入黄油,低速搅打均匀,鸡蛋液温三次倒入黄油,每次都要搅打均匀后再倒入下一次,鸡蛋液不要全部用光,留一点一块刷表面油,倒入一大勺奶粉和一大勺椰浆粉,和黄油一起搅拌均匀,低筋面粉和杏仁粉过筛倒入黄油, 杏仁粉刻里较粗,最后一点可能不太好过筛,没关系的,可以直接加入面粉里,用像皮刮刀轻轻搅拌成光滑的面团,放入冰箱冷藏,不是冷凳了,半小时,冷藏好的面团,把一小块揉成球,面团轻轻略微压扁,烤盘铺上油纸,把杏仁面团放在烤盘上, 把剩下的一点点蛋液,刷在面团上,烤箱130度预热,把杏仁面团放入烤箱中层,烤15分钟,大约烤5分钟的时候表面就已经变成金黄色了,可以盖上一张锡纸,防止上晒过重,然后再烤10分钟,以免面团内部没有熟透。 第二盘刷完鸡蛋液后,我还在表面撒上一些芝麻装饰,烤的时间也是一样的,看上去是不是更像终点,还多了一点芝麻的香味油,烹饪技巧。 一,糖粉容易被减,所以要低速搅打,二不用把黄油打得太发,搅打至顺滑即可。 三,杏仁粉比较粗,最后不能过筛也没关系,直接倒进去就行。 四,面团,要冷藏半小时,更容易整形,不容易粘手。 五,大约好5分钟的时候表面就已经变成金黄色了,可以盖上一张锡纸,防止上晒过重,然后再烤10分钟,以免面团内部没有熟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